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给宝宝最呵护舒适的用品 是所有父母所重视的 然而宝宝最轻的营养来源 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环节 因为当初在创业的时候 第一个看到的就是 冷冻袋那时候在台湾 我想说有没有别的冷冻袋 所以我就到韩国的原厂去 寻找这样子 熊先生富函与当地人 一同研发母乳袋 为的就是封存住最好的品质 给予宝宝最完整的营养 所以在结构上 更有别出新材的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现在的人冻袋都是 做成这样子的形状 那最主要的就是 它的出入口 从这个地方进去 跟出口是不一样的进出口 它避免母乳会产生二次的污染 这款母乳袋还有一个最方便的设计 就是温度辨识的功能 让妈妈们可以轻松辨别母乳的温度 而除了母乳袋之外 当然还有其他便利好用的物件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如何一个人来操作我们的2016 两用最新款背筋的使用方法 首先呢 我们要先将 我们腰部的部分先反穿 连上我们魔鬼毡以后 再将我们第二层的安全扣 扣上拉紧 这时候再将我们的背筋 转过来 穿上背部的第一层 那扣上我们肩膀后面的安全扣以后 这时候我们先将肩部第一个拆掉 再来将我们的小朋友抱上来 那将我们小朋友放上去以后 把最后的肩膀部分扣上去 这时候就完成我们的两用背筋的操作 两用背筋方面之处 在于可以拆解为二 变成一般的单用背筋与一般的腰凳 随着孩子的增长 能自行调整不同的功用 此外还有他们的泡泡芋筒也是许多妈妈们的福音哦 芋筒里面就是附一个出身型的芋盆 跟一个泡澡用的做垫 一般之前的芋盆 它不一样的是它没有做这一个斜躺的 等于说你要另外再购买沐浴架跟沐浴网 现在新的设计是说直接把沐浴架这个功能直接做在一起 等于说我们不用再而外再多购买其他的配件 现在新的设计是 新的浴盆可以直接把它卡在我们的浴桶上面 有了这个高度之后 妈妈只需要做一个小板凳 在清洗的方面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等宝宝再长大一点 就可以将浴盆拿掉 直接在里面泡澡了 延长使用的时间 让商品结合了实用性与便利性 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我们对顾客的保障 就是你有问题公司有客服专线 你也可以跟公司联络 所以我们比较注重售后的服务 就是你买回去之后 这个商品在使用上 如果有问题 公司就是一定会帮你处理到好 兼顾品质的要求与热情的心 希望带给大众使用上的安心 以及持续不断的用心 蛮感谢我们创业以来 我们的消费者的支持 那第二个感谢的就是 我们一般的店头商家 对我们公司的支持跟爱护 这个蛮感激的 未来的期许也是希望说 在商品上会再更多的多元化 那我也希望它能够做到更好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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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